耳鸣是救命警灵 30多岁 活泼开朗的电脑工程师陈先生出现耳鸣已经8个月 他到处寻医找不着原因 吃药 打针效果不大 有时反而耳鸣的更大声 他试过放松去旅行 果真耳鸣状况好转许多 但回来工作后又固态富盟 挥之不去的耳鸣让他频频发脾气 睡不好 焦虑 工作生活全被打乱 医生告诉他耳鸣不会好 他想到这辈子都要受耳鸣困扰 难过到无心上班 很多病人认为耳鸣不会好 造成病人恐惧 破开镇静剂 安眠药暂时压制症状 长久下来造成耳鸣病人要误依赖成瘾的恶性循环 受耳鸣困扰的人不少 根据英国官方统计 约有十分之一的人有耳鸣困扰 如同耳鸣 Tinnitus 拉丁文原意灵响 想象耳边突然出现不停歇的灵响声 音量十大十小令人困扰 解气筋上无有效方法解决 多年来被视为无解难题 缺乏对耳鸣的正确认知识主因 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指出耳鸣不是病 而是一种症状 生理现象会伴随不同程度的听力损失 可能是药物副作用或是身体健康亮红灯的结果 最近研究发现耳鸣与大脑听觉皮质的异常活跃有关 从前端负责收集声波的内耳毛细胞到末端大脑皮质出问题都可能造成耳鸣 且65岁后碰上耳鸣几率高达30% 耳鸣是一种过度活跃的知觉 虽然病因难找 不易根治 但耳鸣带来的不愉快经验却有机会获得改善 如同疼痛 耳鸣的严重程度会受到主观感知影响 美国《预防》杂志指出 因为耳鸣牵连到掌管情绪控制的大脑边缘系统 这也是为什么有些人的耳鸣不会造成干扰 有些人却觉得不胜其扰 如果你觉得耳鸣是很可怕的 大脑就会发出注意的讯号 让你觉得备受干扰 更受不了耳鸣 保持正面想法助大脑减少干扰 保持正面想法 能帮助大脑扭转耳鸣的负面印象 不再感觉那么扰人刺耳 耳鼻喉科医生举例 即使耳鸣不会消失 你可以选择忽略它 它比喻说 就好像羊在草原低头吃草 忽然听到脚步声传来 就看你要把它当作是狮子自己吓自己 还是斑马安然处之 要忽略并不容易 需要时间学习适应 咨询 心理治疗 效果跟声音治疗的效果一样好 耳鼻喉科医生表示 二十多年前率先将英国淡化耳鸣的声音疗法及咨询法 又称减敏疗法 引进台湾 结果发现两者个别使用对耳鸣都能达到八成以上疗效 因此坚持耳鸣特诊 一个上午只看两三个病人 详细咨询 花时间和病人深谈 抽丝剥茧找出耳鸣原因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